带你来关心天气 今天是大年初一高山锐雪迎新春 玉山气象战是在今天 首波降雪发生在清晨5点半左右 持续到6点51分 积雪有0.5公分让大家害翻了 不过到了白天 冷气团减弱的情况之下 各地的气温稍稍回升 不过因为在中部以北 还有东半部地区云比较多 而且容易降雨 所以高温的回升不多 大约在19到21度 往南走高温比较高 南部可以达到24度 而在降雨的部分 也要带您来看到了 在今天主要是受到 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 包含了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全天感受上比较湿凉 刚刚也提到了 所以温度的回升感受上 不是那么明显 那么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 提醒您外出 下雨区是比较保险的 南台湾相对来说 降雨的机会其实是比较低的 属于多云稻情 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 天气会再好一些些 而天气走势也要带您来看到了 今天各地来讲 刚刚提到了 温度的回升其实还蛮有限的 而除了南台湾 降雨机会相对较低 其他地方其实都有可能出现 短暂震雨天气比较不稳定 不过也受到华南云雨区 东移的影响刚刚提到了 在大年初一到初三的时候 海拔3000公里以上的高山 都有机会降雪 明天大年初二水气减少了 但是又有另外一波封面来接近 比较影响的是在大年初三 封面会通过 各地下雨的机会都大大增加了 而到了大年初四 封面远离了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大年初五跟初六的时候 主要就会受到这冷气团的影响 各地的天气又会变为不稳定了 所以在这段年节期间 其实天气变化相当的大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心 继续要带您来关心的 今天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首先带您关心的是北台湾 都是有雨的天气平均气温 大概在15到20度 中部是多云的 平均气温在15到23度左右 南台湾放行了 平均气温在16到25度 至于东半部地区 因有雨平均气温在16到24度 而至于外岛 可以看到带您掌握的是 在澎湖的部分 澎湖其实天气是属于多云的天气 气温稍高16到18度 至于金门跟马祖可以看到 在今天是有雨的 而在金门的部分 气温比起马祖要好一些些 12到15度 至于马祖的部分 真的比较低 7到9度 注意保暖